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话 我们听一下然后选择这四幅图里面哪一幅图是我们听到的内容 那我们先好好看一下这个图是怎么说的 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个男人在挂画这个女人在指导他 那么第二个呢是他们在一起搬这幅画 那么第三个呢是他们在这个桌子上面来看这个画 第四个呢是他们在欣赏挂在墙上的话 我们听一下哪一个是符合这个哪一个是对话的内容 听一下 一번 여보 이 그림 위치가 어때요 여기에 걸면 돼요 아니요 조금만 내려주세요 좀 높은 것 같아요 그럼 여기쯤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在 在挂这个画 第一幅图是正确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剧本是怎么说的啊 那么男子在说 여보 亲爱的 이 그림이 지가 어때요 那么这个图的位置怎么样呢 여기에 걸면 돼요 那么挂在这儿可以吗 那么这个友在说 아니요 不是啊 조금만 내려주세요 再往下挂一点 那么 좀 높은 것 같아요 有点高了 这个 这个 는 것 같아요 是好像的意思 那么男子在说什么呢 그럼 여기쯤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这个字表现的附近啊 左右程度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第一幅图呢 是符合这个原文的 所以选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题型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个三到第六题呢 是另外一个题型啊 我们看一下 다음 대화의 자리 然后选择 我们听对话的 然后选择 接下来的这个话啊 那么 要选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清楚题目了 不要选错了 那我们现在听一下 第三题呢 是什么内容 那么他们在讨论呢 去哪儿过这个 这个 言尼啊 言尼呢 是什么意思啊 是黄金周啊 这个休假的意思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剧本是怎么说的 那么男子在说 Community부터 这个言尼代啊 这个言代表示 提示作用的 那么从周五开始 就是这个黄金周休假了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个 二日干呢 是表示对方 征求对方意见的时候说的啊 我们星期五啊 就是这个联休日了 那么我们一起去旅行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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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呢 去近的地方的话就好了 那么这个 它表示什么什么就好了 表示它的意愿 对 那么哪一个正确呢 第一个 新去五去的话会很辛苦吗 第二个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那么第三个呢 那么去这个附近的海边怎么样呢 那么第三个正确的 为什么呢 这个 这个 是一样的啊 那么第四个呢 那么那么和朋友一起呢 去旅行回来了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是去了 再回来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 都不是符合 这个上下文的 应该选择第三个 就正确了 那么我们继续看 下面的第七到第十题 他们 무엇에 대한内容인지 맞는 것을 고르십시오 我们听一下 是关于什么的内容呢 然后选出这个一致的 我们看一下第七题讲的是什么内容 7번 혹시 우편 번호가 달라진다는 소식 들으셨어요? 그래요? 어떻게 해요? 지금 쓰고 있는 여섯짜리 번호는 없어지고 다섯짜리 번호가 사용된데요 那么他们讲什么呢 这个 새 우편 번호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第七题的这个对话 那么男生说 혹시 우편 번호가 달라진다는 소식 들으셨어요? 혹시 难道你是不是放在这个疑问中表示 强调这个疑问的作用 那么 우편 번호是什么 有边 有这种编码的地址 那么有边呢 달라진다는 소식 소식是什么呢 消息 那么 달라지다 变的 变化的这个消息呢 들으셨어요? 你听说过了吗? 那么这个女人说 그래요? 어떻게 해요? 是吗? 怎么变的呢? 那么这个男人说什么呢? 지금 쓰고 있는 여섯짜리 번호는 없어지고 없어지다表示没有了 那么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六个 六位数啊 我们说几位数呢 是什么什么 자리 여섯짜리 다섯짜리 几位数 几位数 那么这样的号码呢 没有了 那么 다섯짜리 번호가 사용된데요 这个人代表是呢 听说啊 听说呢 用这个 变成了这个五位数了 那么再讲什么呢 第一个 세 우편 번호의 장정 장정是 장处的意思 这个不正确 第二个呢 여러 종류의 우편 번호 各种各样的 这个有证编码 第三个呢 새로 바뀌는 우편 번호 新换的这个有证编码 应该讲这个吧 새로 바뀌는 우편 번호 디스크呢 우편 번호를 쓰는 방법 写这个有证编码的方法 那么都是不正确 应该选择第三个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 第二题啊 是十一到十三题 다음을 듣고 내용과 一致하는 것을 고르십시오 我们听一下 然后选择呢 跟这个内容 一致的一项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 第十一题 讲的是什么内容 11번 와 저기 사람 좀 봐 야외 음악회라 那么他们在讨论这个 야외 음악회 野外的音乐会 我们看一下 他们的原文 讲的是什么 那么 여자说 와 저기 사람 좀 봐 사람 좀 봐 你看看那边的 那些人吧 야외 음악회라 사람이 별로 없을 줄 알았는데 안질 데고 없네 那么这个 야외 음악회라 这个 那表示原因 因为呢 是野外的音乐会 所以呢 사람이 별로 없을 줄 알았는데 我就以为呢 没有 多少个人 可是呢 안질 데고 없네 没有 住的地方了 那么 男子在说什么呢 一个 고파야 一个什么 이것을 这个呢 你一定得看嘛 那么 날씨도 춥고 天气也冷 사람도 많은데 人也很多 그냥 가자 我们就走吧 那么 这个女人说 싫어 不好 我不要 那么 오늘 출연하는 가수 들이 那么 今天呢 这个出演的 这个上台的 这个歌手呢 얼마나有名 是多么有名 你不知道吗 那么 け다가 け다가 什么呢 クリーグ 另外的 更是什么呀 更是呢 男 野外 うまくへ とみらんまり 那么呢 我看这个音乐会 是第一次 野外音乐会 我还是头一次呢 那么呢 是什么呢 哪一个是 符合原文的呢 第一个 野外 うまくへ らそう ピンザリが まんた 那么 这个 らそう 这个 いらそう らそう 表示原因 因为是这个 野外音乐会 所以呢 ピンザリ 空的座位 很多 那么 第二个呢 男者 能 うまくへ る 国 ぷりょう なんだ 那么 这个男人 一定 想 看 这个 音乐会 那么 第三个呢 よざ 能 朝内 都 野外 うまくへ る ぱった 那么 这个 女人 之前 也 看过 野外 的 音乐会 第四个呢 いぶん うまくへ の いんぎ かすてり なおんだ 那么 这次的 音乐会 有很多 人气歌手 都出现了 那么 第四个 是正确的 对吧 那么 おぬる つりゃあんん かすてり 얼마나 よみょう あんで 所以呢 非常有 人气 的 歌手 いんぎ かす なおんだ 所以呢 第四个 是正确的 うま 我们再来 看 下面的 十四 到 十七 题 たあん でわ ておく よざ が おっとん せんか が かご いん じ まん の す くる し し よ てん い し てん し て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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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 これ 女人的 想法 選んで 女人的 想法 これ ちん てん いー てん てん 14번 那么这个女人在说 她非常喜欢用这个眼皮 用铅笔 为什么喜欢用铅笔呢 这是我们的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十四题 她们的对话是什么 那么她们在说 那么眼皮的死打 死打是用的意思 那么你为什么呢 常常用这个铅笔呢 那眼皮里才不得及 那么不得及打什么意思 这个断掉 那么我呢 这个觉得这个铅笔呢 很容易断掉 那么擦住 这个铅笔代表什么呢 这个削啊 要常常的削 所以呢 那么我觉得这个很不方便啊 那么这个女人怎么说的呢 那么我也 那我也怎么样呢 那眼皮里头主啊 我更喜欢用这个铅笔 那么不遍呢 不遍什么 这个圆珠笔 圆珠笔怎么样呢 不能够擦掉 这个铅笔代表是擦去的意思 可是呢 第一个 那么这个铅笔呢 常常削的话呢 就很容易断掉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么这个圆珠笔呢 因为呢 不擦不掉 所以呢 很方便 第三个呢 比圆珠笔来说呢 用铅笔的这个东西呢 更加的好 我们就知道第三个 是这个女人的想法了 为什么呢 那眼皮里头主 他为什么呢 他后面说明了 那么第四个呢 眼皮不大 不便利 不得了 不得了 那么 比起铅笔来呢 这个圆珠笔呢 更写得更加的温柔 是不对的 应该选择第三个 是正确的 我们要看这种题目 这个女人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不要乱选择 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18-20题 다음 대화를 듣고 男人的想法 男人的想法 要做的行动 我们来选择一下 我们听一下 这个对话之后呢 这个男人将要做的行动 男人的想法 要做的行动 要做的行动呢 我们来选择一下 我们听一下 18题 他讲的是什么内容 18-20题 그런데 아직도 좀 긴 것 같은데요? 겨울옷이라 소매가 너무 짧으면 보기에 안 좋을 것 같아서요 원하시면 조금 더 줄여드릴게요 놓고 가실래요? 네, 저는 옷을 딱 맞게 입는 편이거든요 참, 돈은 나중에 찾아갈 때 드려도 되죠? 그러세요. 다 되면 연락드릴게요 네, 감사합니다. 네, 감사합니다. 在这儿呢 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长 那么这个 길大是长的意思 那么加这个ㄴ 表示好像的时候呢 下面这个ㄴ 这个 길大 这个ㄹ呢 要去掉 下面加一个惯心字 ㄴ 那么有在说 冬天的衣服 那么这个ㄹ表示呢 什么原因 因为呢 是冬天的衣服 那么这个袖子呢 太这个短的话呢 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ㄹ表示原因的 是吗 因为你的衣服啊 是冬天的衣服 所以呢 你的袖子如果太短的话呢 好像看起来不好 所以呢 我才弄得比较长 这个意思 那么 我拿시면 我拿着 愿意啊 如果您愿意的话呢 조금 더 줄여 드릴게요 那么 我再给你减短 那么这个 줄이다 什么意思啊 줄이다 缩短的意思 那么 どこ 가실래요 どこ 갔다 放在这里 再走 什么意思啊 你不要带走了 我再给你修好了 再带走 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男的 怎么说呢 네 저는 우스 딱 맞게 있는 편이거든요 那么我呢 什么呢 是属于什么的呢 那么这个 能 편이다 什么意思啊 属于什么什么的部分啊 我是属于呢 衣服呢 刚刚好 合适我的身 这样的人啊 那么这 우스 딱 什么 딱 맞게 正合适 穿的 属于这样的人 那么呢 참 什么正好 什么呢 도는 나중의 찾아갈 때 那么钱呢 我以后啊 나중의 以后呢 我来找你的时候呢 드려도 되죠 我再给你也行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个 有的说 그르세요 那么你就这样吧 那么 다对면 열라 드릴게요 那么 什么呢 我们选择一下 第一个呢 수선 빌을 닌다 交这个手续费 交这个修补费 我们说 什么时候交呢 나중의 찾아갈 때 드려도 되죠 是以后再交 对吧 所以第一个不正确 第二个呢 우스 입법은다 穿了这个衣服 我们说已经穿了 所以这个也不正确的 第三个呢 우스 찾ак한다 把衣服找回去 不正确 第四个呢 수선을 다시 맡긴다 再给他 再修一下 所以呢 第四个是正确的 对吧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21到22题 다음 내용을 도구 부는에 탑하십시오 我们听一下 然后呢 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是 要回答两个问题 我们看21题呢 드릴 내용으로 맞는 것을 구�ru십시오 选择呢 跟听到内容一致的 那么22呢 남자나 누구인지 구�ru십시오 选择这个男人呢 是谁呀 我们先来听一遍 21和22讲的是 这种内容 리듬 체조 리듬 체조 那么这个女人是 音乐上来跳的这个体操叫 리듬 체조 怎么样呢 メダル 단건 メダル メダル是什么 金メダル メダル 同メダル是什么 牌 メダル是牌 那么这个牌呢 단다 ただ什么意思 摘取 摘取这个奖牌的 这个事情呢 처음입니다 是第一次 那么 우선을 미리 예상하셨습니까 那么 미리是事先 那么这个 우선 우선什么意思 우선 是第一名 你就 你已经 예상하셨습니까 你已经预想到 你能得第一名了嘛 那么这个男人说什么呢 선수들의 condition 이 추워서 那么 阿尔子表示原因的 因为呢 这个选手我们的 这个condition 这个 最近的这个 气色 这个状态呢 比较好 所以呢 조금 기대는 했지만 所以呢 我也是比较期待 但是什么样呢 우선까지 생각도 못했습니다 但是我没想到 会得第一名啊 这个 우선 是第一名的意思 我没有想到 那么 열심히 해준 우리 선수들에게 고마울 뿐입니다 所以呢 我只是感谢他们 这个努力的 去做的 这样的 我们的选手呢 我只是 非常的感谢他们 고마울 뿐입니다 我只能是 非常感谢他们了 那么这个女人又说了 那么 특별한 훈량을 시키셨다고 ter었습니다 那么 我听说啊 那么这个 다고 ter었다 我听说呢 你给他们 做了一个特别的训练 那么这个 훈량是训练 시키다 是让他们做 让他们做了 这个非常特别的训练 那么 선수들에게 每一半时间 음악을 들어주셨다는데 那么 给这个选手 每天呢 一个小时的 听音乐的时间 那么 그 이유가 무엇입니까 那么 是什么 理由呢 那么 这个男人说什么呢 리듬 체조는 比赛呢 比赛呢 非常的有帮助 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21题 听的内容 选择呢 跟听到内容一致的 我们看第一个 男人呢 最近身体不太好 这里没有讲到 第二个呢 男人能 하루에 한 시간씩 음악을 듣는다 那么这个女人呢 一天呢 听一个小时的音乐 啊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 第三个呢 리듬 체조는 음악 선택이 가장 중요하다 那么这个艺术体操呢 对于这个音乐的选择 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没有讲到吧 第四个呢 리듬 체조가 일본 대회에서 우승을 했다 那么这个艺术体操呢 在这次的大会中呢 得到了第一名 所以是正确的 우승 是吧 是第一名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呢 남자는 누구인지 고르십시오 我们说 这个男人是谁呢 他是这个体操的教练 对吧 所以应该什么呢 체조 감독 감독 코치 감독呢 有两个意思 一个呢 是什么呢 电影的导演 另外呢 一个是什么呢 比赛的这个 什么呢 教练 所以呢 是什么呢 体操的教练 对吧 那么第一个呢 记者 第二个呢 음악家 音乐家 第三个呢 체조 선수 这个体操选手 都是不正确的 应该选择什么呢 감독 这个教练的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27到28题 다음 내용을 듣고 물음에 답하십시오 我们听一遍呢 然后呢 选择正确的答案 那么27题呢 여자의 생각으로 맞는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那么阿斯巴蒂呢 남자의 생각이나 태도로 맞는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那么阿斯巴蒂是选择 这个女人的想法 那么阿斯巴蒂是选择 这个男人的想法 我们的听一遍 他们的想法 광고的北戴인 원래 목적과는 맞지 않는다고 생각합니다 尼 Puisarak Beginning 관심和 흥미를 끌 뿐이지요 광고는 상품을 많이 팔기 위해서 하는 것입니다 말씀대로 그 관심и 모델에서 끝난다면 문제가 되겠지요 하지만 그 관심이 자연스럽게 상품에 대한 관심으로 이어진다면 那麽他们在讨论这个广告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对话是什麽呢 那么这个女人说 有字们最近呢 广告里不须不须不须看 看着这个广告的时候呢 怎么样呢 商品不大 比起商品呢 这个眼睛朝的地方看 被吸引住的意思 那么比起商品来说呢 更被这个什么呢 这个模特所吸引住了 那么 所以呢 广告结束的话呢 不是说商品了 那么我对这个商品呢 倒是没有什么记忆 把那对这个模特呢 会留很多的记忆 我们说留下记忆怎麽说呢 留下记忆的意思 我认为这个商品呢 我认为呢 我认为是什麽呢 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关心和这个兴趣呢 来来牵引住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男人怎么说呢 广告呢 那么这个广告的一个广告的一个效果了 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广告的一个效果了 那么这个很有名的演艺界的人士啊 那么在这个作为这个广告的模特呢 出演了 这个领先啊出演的意思 那么 那么 那么他们的片啊 他们的这个粉丝啊 怎么样呢 那么把他们的粉丝呢 变成了消费者 那么这样的事情呢 就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他们男人和这个女人的看法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27题 这个女人的想法 那么第一个呢 在广告里面呢 这个模特呢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呢 广告呢 要做得非常的有意思 第三个呢 广告模特人有名的才能说出话 那么这个 而说出话 越来越啊 越是这个广告的模特 越有名呢 就越好 第四个呢 广告呢 商品媒体的才能说出话 广告呢 得好好地介绍 关于这个商品的事情啊 所以呢 第四个是正确的 那么28 男人的想法或者是态度 那么第一个呢 在反对这个女人的意见 我们说 他也不是完全反对吧 我们怎么看出来的呢 啊 那么呢 这个什么呢 像 marsimderu 像您所说的那样 跟那面呢 文字が退去就 所以呢 他也是有赞成的意思啊 那么第二个呢 有在主张 那么在认证 这个女人的主张 第三个呢 有在主张 那么他在无视 这个女人的主张啊 那么第四个呢 有在意见 补充声明 那么在补充说明 这个女人的意见啊 那么我们综合一二三四来说呢 那边第一个是正确的啊 那么他们在什么呢 他反对了这个女人的意见啊 刚才我们讲过了什么呢 什么 但是啊 这样的呢 是什么什么样 所以呢 他是在反对这个女人意见的 所以呢 第一个是正确的 我们选出来就可以了 嗯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二十九的 第三十题 我们听一下呢 然后再回答 这个二十九和三十的 两个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 二十九是什么呢 选择这个ニュース啊 这个新闻中的 最恰当的一个题目 那么三十题呢 那么选择听到内容一致的 那我们听一下 这个二十九和第三十题 요즘 식당에서 음식값을 두 번 계산하시는 분들이 있다고 합니다 이 소식 김철수 기자가 전해드립니다 비빔밥 한 그릇을 먹고 두 그릇값을 계산하시는 분들이 계십니다 다른 사람의 밥값을 미리 계산해 주는 것입니다 미리 계산된 밥은 누구든지 식당에 오면 무료로 먹을 수 있습니다 그리고 근처 장애인 시설에도 전달된다고 합니다 식당이 밥값을 낸 사람과 먹는 사람 사이에서 다리 역할을 해주고 있는 것이죠 목적도 좋고 방법도 쉬워 참여하는 시민들이 많이 늘어나고 있다고 합니다 음 那么呢,这个消息呢,请这个金钦素记者呢,来给我们报道一下。 那么这个男生怎么说呢? 비빔밥 한 그릇을 먹고, 한 그릇, 그릇是吧,一碗, 吃了一碗这个饭饭呢, 두 그릇 값을 계산하신 분들이 계십니다. 那么,吃了一碗饭,可是呢, 交了两碗这个饭前的这样的人呢,是存在的。 那么, 다른 사람의 밥값을 미리 계산해 주는 것입니다. 那么,把别人的这个饭前呢,事先啊,先付了别人的这个饭前, 那么, 미리 계산 된 밥은, 那么,事先付的这个饭前呢, 누구든지 식당에 오면 무료로 먹을 수 있습니다. 那么,任何人啊,这个 등지是任何,不管,不管是谁呢, 来到这个餐厅里面都可以免费的吃到这个饭。 那么, 그리고,还有呢, 근처 장애인 시설에도, 那么,在近处的附近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设施中呢, 存在的存在的过입니다. 也就是什么,波及到了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残疾人的设施当中了。 那么, 식당에 밥값을 낸 사람과, 먹는 사람 사이에는 달의 영역할을 해주고 있는 것이죠. 那么,在这个餐厅呢,起到了什么效果? 餐厅起到了这个付钱的这个人和这个吃饭的这个人的中间这个桥梁的效果啊。 那么,这个 사이에, 사이什么意思啊, 这个中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塔利呢,是这个桥梁啊, 桥梁的这个效果呢,就呈现出来了。 那么呢,啊,那么呢,什么呢, 목적도 좋고,这个目的也好, 那么 방법도 쉬어, 方法呢,也很容易。 那么,这个参与的市民呢, 많이 늘어나고 있다고 합니다。 늘어났다,增加, 参与的市民呢,也增加了。 听说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这个男子是一个记者, 他在报道这个方面的事情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二十九题。 이 뉴스의 제목으로 가장, 那么, 알맞은 것을 고르십시피오시오, 这个题目, 那么,第一个呢, 식당가 만남의 장을 활용된, 那么,这个食堂呢, 食堂呢,变成什么样呢? 变成了这个活用成为呢, 见面的场所了。 那么,这个藏什么? 藏所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呢, 음식값으로 이유 둘 수 있어。 那么,用这个饭钱, 饮食的钱呢, 可以帮助啊, 这个 이유, 可以帮助我们的邻居。 所以呢,第二个是正确的。 第三个呢, 장가인 시설, 도매 순 게 기다려。 那么,这个残监的这个设施呢, 我们在等这个, 帮助的这个手, 等待援助之手。 那么,第四个呢, 한글 kaps으로 두 사람 먹을 수 있어。 那么,一碗饭的钱呢, 可以两个人吃, 都是不正确的, 应该选什么呢? 음식 kaps으로 이유 둘 수 있어。 用这个饭钱呢, 可以帮助别人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三十, 들을 내용으로 많은 것을 구하십시오。 把听到的内容, 听到的一致的内容选出来。 那么,第一个呢, 이 식당은 식사 전의 계산을 미리 해야 한다。 那么,这个餐厅呢, 在吃饭之前呢, 要事先付饭钱, 不正确。 第二个呢, 이 식당에서는, 那么,在这个餐厅里面呢, 새로운 사람을 만나 기회가 많다。 有这个见, 新的人的机会非常的多。 那么,第三个呢, 밥과 술 두 번 내는 사람들이 참차成功하고 있다。 那么,这个, 交两次饭钱的这个人呢, 渐渐的增多了。 那么,第三个是正确的。 我们哪里可以看到呢? 那么呢, 시민들이 많이 늘어나고 있다。 구합니다。 那么,市民呢, 慢慢的增多了。 所以呢, 第三个是符合的。 那么,第四个呢, 식당은 손님을 대상으로 다양한 event을 진행 중이다。 那么, 这个餐厅呢, 以客人为对象, 做了多样的这样的活动。 这个event呢, 是活动的意思。 所以,都是不正确的。 应该第三项是正确的。 嗯,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第33届 韩国语能力考试 终结听力的部分 就讲到这里了。 여러분, 수고하셨습니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